1125年,我飞哥在山西平定县当兵, 把守着山西与河北之间的要道, 那年他刚满23岁, 不久消息从前线传来, 金国分两路大军南下攻宋, 一路走山西, 一路走河北, 企图河围宋朝都城开封, 河围开封, 飞哥笑了笑, 你们金国是脑子停止转动了吗? 也不看看我大宋的兵力配置? 先看我们河北前线, 河间就有五万大军看场子, 你金国东路军也就六万人, 想吃掉这深沟高垒后的五万大军残河容易, 况且旁边还有小虫经略相公的五万人帮忙, 没错就是水浒传里面的小虫经略相公, 总之河北是够你们喝一壶的, 再看我们山西, 整个山西可是有七万大军, 你金军也就六万人, 等你金军到达太原城下, 我们再把你一反包围, 别说去开封, 你就地开棺材铺更实际些, 咱再退一万步, 前线实在打不过, 咱后头还有人呢, 开封十万宋军, 东边不远还有五万, 这十五万机动部队不够你喝一壶的, 金国人洗洗睡了, 我飞哥的战略构想还是可以的, 然而他只是个低级军官, 只管着几十号大逃兵, 大宋的五十万大军该怎么防守还轮不上他说话, 很快金军就南下了, 东路的完颜宗旺开始进攻河间, 河间的宋军不甘示弱, 顽强狙击着金军, 西路的完颜宗汉也进入山西, 很快突破太原的前哨, 准备进攻太原, 暗月飞的构想, 山西守军司令大太监铜冠应该守城备战, 然后召集山西诸军反包围金军, 大事可成, 可大太监铜冠并不这么想, 他看到金军来势汹汹, 便说自己开封老家灶上还顿了老母鸡得回去看火, 一溜烟跑了, 你说这叫什么事? 等金军攻打太原时, 山西各地守军前来救援太原, 其中还包括水浒传里的杨志, 由于缺乏组织调度, 总司令都跑了嘛, 独个被金军击溃, 顺手还把岳飞所在的这支部队给打成重伤, 人员各自逃散, 山西开局不利, 没关系, 后头还有十五万机动部队呢, 我飞哥还抱有朝廷救援太原的希望, 他想着你开封的宋徽宗总不至于拿着王炸, 就眼看着上加过一张三吧, 宋徽宗呢, 他的表现直接突破了岳飞的想象, 宋徽宗直接原地办理皇帝离职手续, 把帽子扔给儿子宋亲宗, 自己一溜烟往南跑了, 我飞哥好家伙直接原地呕血三声, 没关系, 跑得只是皇帝, 王炸还在, 哎哎哎, 宋亲宗出牌啊, 宋亲宗出牌了, 可出牌的手有点哆哆嗦嗦, 他派遣部分开封部队和河北的小重精略相公, 还有其他的小部队共同救援太原, 按常理来讲, 多路救援应该再派个元帅, 来指挥协调各路大军, 要不然又被金军一一击退, 之前就是活生生的案例, 宋亲宗当然也知道, 于是命大臣李刚为元帅, 但, 但是只是给了他元帅之名, 并没有给他指挥之权, 指挥权在哪里呢? 在威操大师宋亲宗自己手里, 我飞哥再次吼血三声, 你宋亲宗那么鬼远威操个鸡毛啊, 但有救援, 好过没救援, 躲在平定县草丛中的飞哥, 终于等来了小虫精略相公的部队, 这回跟着名将出战, 总能收复太原了吧, 但这次小虫精略相公让我飞哥失望了, 当时一路进军很顺利, 没有遇到金兵, 眼看着就要到太原城下, 心里或许有点点骄傲, 突然远远看到一对金兵, 小虫精略相公以为这是小谷金军, 于是没放在心上, 结果等金军进攻后, 才发现这是六万完颜宗汉的主力, 一边毫无防备, 一边蓄谋已久, 战果可想而知, 不幸中的万幸, 小虫精略相公还是稳住了局面, 部队没有被打散, 此时也不敢再前进了, 只能等其他路援军, 可左等不来又等也不来, 小虫精略相公只好率军回到真定, 也就是今天的石家庄, 此刻的太原几乎成了北宋的弃子, 援军的影子都没有, 但太原的军民血性暴表, 表示人在城在城王人王, 被金军围困后, 城内粮食很快消耗殆尽, 甚至发生了人相识, 太原军民困难至此, 仍不愿开城投降, 一直坚守了270多天, 才被金军破城, 得知太原的惨状, 不知朝廷众人做何感想, 我飞鸽肯定是对朝廷无能之辈愤恨到了极点, 那可是十数万大宋百姓啊, 之后东陆军的完颜宗望也攻破河间, 随后进攻我飞鸽所在的真定, 不久真定成破, 宋军溃散, 我飞鸽只好一路南下回河南汤阴老家, 一路上看到金军所过之处, 犹如人间地狱, 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在心中熊熊燃烧。